我爱台铁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台铁员工换上红色背心 搭配橘色字体 普庸马意外发生后 新局长走马上任 竟然是用新背心 来展现安全第一的决心 我们把红背心穿上 就是我们要宣示 我们台铁改革安全的决心 台铁的改善工作 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件背心 这个表面的一个改变 更重要的是实质的一个改变 前一天视察台铁树林调车厂 林佳龙直接打脸张振元 紧接着31号下午再发魂 林佳龙强调台铁要改革 或激励员工士气 有很多比穿背心呼口号 这种表面功夫更重要的事 同时他也已经下令 要求台铁局长张振元 立刻停止勉强同仁的活动 谢谢报纸 因为一件红背心 让新格救人的矛盾 也在年前浮上台面 林佳龙上任之后 只顾着讨员工欢心 但针对春节国道交通 北高六小时却四两拨千斤 北高六小时有机会吗 春节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准备工作 应该是会大大提升 整个国道的一个顺畅 北高六小时到底能不能达标 一连三度被追问 林佳龙就是不敢打包票 但他恐怕忘了 除了鼓励台铁员工春节输运之外 国道的交通量也是民众出游 最担心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